其实第一个就要额外开启那个我们的范例档 教师研习时数统计表 那这一题特别注意就是 他的那个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等于是这个老师 这些老师这是一个总表 总共20个老师到底有没有参加研习 那研习的部分的话有两次的研习 一次是什么入门的 一次是进阶的 那进阶的话特别注意要把2按Ctrl键 拖拉一个新的 那名称改成3 这个3 那实际上这一次是进阶的 那这个进阶的这一次 有两位老师没参加 所以要把两位老师 把它删除 所以进阶 那哪两位呢 第一位跟最后一位 这两个把按右键删除掉 那编号部分重新排一下 所以把它这边呢 1按Ctrl键 直接按Ctrl 向下填满 那时速的话呢 全部都改成两次 就是两个小时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是 我们把那个多增加了一个进阶 那只有12位老师参加 好 那也就两次研习 那我怎么知道说 哪一个老师 他总共参加了多少个小时 比如说那个 第一个那个什么 王庆路老师 参加几次 那你怎么去统计呢 他一般是跨了工作表 但一般工作上不只是两个 可能是 20个30个 那你要在这几十个工作表里面呢 去看 这个老师有没有参加 那当然问题就很大了 你不可能说有人工来看 王庆路 入门有没有参加 也没有 进阶有没有参加 也没有 那他应该是几次 应该是零次 那总不可能王世远 李世远 然后呢 他有1.5 这个没有 那就是说 1.5 那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也不是办法 这样做恐怕的工作 永远没有做完的一天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那这个地方的话 有比较好的方法 因为今天早上我也要录影 今天早上在公务运训练处也是一样 要录影 阵仗比这个还大 就一直对着我录影 让我非常的紧张 平常没有 因为平常虽然有镜头 但是我没有把自己录进去 那突然之间 OK 我也还好啦 就平常心嘛 其实我就看那个像 前一阵子不是得了一个 什么柴可富斯基 那个拉小的一个小朋友 他二十几岁耶 他就得了全世界 他算是银牌 可是实际上没有金牌 没有最高 从缺嘛 然后其实说真的 比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平常心嘛 反正你如果说 他有一段时间是成绩都不是很好 后来他就说他就是因为他想要得奖 所以他就是一直会有一个 知道什么 一个得失心嘛 那也是一样 所以但是真的很困难 要平常心 所以你什么事都平常心的话 什么事都变得很简单了 但是这是一种境界 一种修养的境界 不过跟VBA无关 还是要解除 不过真的 其实VBA有一种哲学 就是说你要能够 用一种怎么讲 很很浅显 简单的一种态度 然后就可以把一个东西写出来 脑袋里面其实是不能有一些太多的杂质 要不然你很容易就会被混淆了 这个 这也OK 那这是题外话 我们回来这边 OK 第一个就是如果要统计这个 那我们可以用跨工作表的方式来做 那跨工作表特别是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用一样最近使用过三米斧 三米斧 可是问题 你要找的范围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特别是你点一下 序子二的时候 请各位注意一下 他的那个 这个地方 会